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二十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关注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仍然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方面宣布对中国的签证限制措施 我们知道针对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 宣布对于中共官员的限制措施 以制裁损害香港自治的有关人士 中国驻美大使馆今天强硬表态 表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进行干预 中国驻美大使馆官网今天以驻美国使馆发言人谈话方式对此作出回应 谈话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错误做法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进行干预 国家安全立法是中央政府的权利 和责任也是国际通行实践 中国驻美使馆则表示 涉港国家安全立法针对的是所谓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立法只会使香港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 还有更加稳定的社会秩序 有利于维护一国两制和香港的长期稳定 文中还表示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 使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不是中英联合声明 随着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 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的 对英国有利的权利和义务都已经履行完毕 美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也没有任何资格来援引中英联合声明 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 谈话最后表示我们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利的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还有发展利益 香港政府的发言人昨天表示 我们敦促美国国会立即停止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部事务 该法案以及所谓的制裁完全不能够接受 只会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还有共同利益 此前为了表达对中国推动港版国安法的不满 美国参议院迅速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 要制裁阻碍中国履行其在中英联合声明 与基本法中对香港负有义务的人士 而根据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所表示 这些限制不仅包括官员 也有可能包括这些官员的家庭成员 当时他痛斥北京方面采取行动 单方面并且任意地把国家安全立法强加于香港 破坏了其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 他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承诺将惩罚那些对蚕食香港自由负有责任的中共官员 我们今天采取行动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 但是分析人士在周六表示 北京方面尽管表态强硬 却不大可能针对美国的签证限制活动立即采取行动 他们表示北京现在更大的担忧 是美国参议员上周通过的法案 就香港的镇压行动 制裁中国官员并且冻结资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员表示 两国之间的高层对话已经陷入僵局 所以签证管制的直接影响并不太大 现在没有必要去美国 外交官也有外交护照 所以不会被纳入这些限制范围 他这样表示 如果中方要采取反制措施 他们的选项其实并不多 只能对美国驻港领事人员制定一些限制措施 或者是拒绝美军返港 这一位分析人士表示 在十一月美国总统选举后 美国政府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签证限制措施的推出 而签证限制措施是二零一九年通过成为法律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的一部分 他表示美国总统有自由裁量权 可以根据国家利益对制裁进行豁免 而复旦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则表示 此举是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友谊反应 这当然会影响到他们限制名单上需要前往美国的官员 但是分析人士表示我认为在中方做出回应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等待 如果他们决定这样做也不一定会任何采取反制措施 此前在五月底 川普总统宣布将终止香港与美国的特殊贸易地位 并制裁那些对扼杀香港自由负有行政责任的官员 查明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麦克纳利则表示 在北京和华盛顿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签证限制主要是象征性的 但是对于特定官员来讲可能相当个人化 因为他们可能有家人前往美国或者在美国学习 他表示这只是两国关系棺材上的另外一颗钉子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更多的是象征性的举措 当然会让中国人感到恼火 中国人一定不会高兴 但是总体上目前的行动没有那么大的后果 因为因为现在的疫情关系 大家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员往来 他表示预计中方不会采取立即的反制措施 但是预料到美国可能会对某些中国官员行使制裁 无论短期内这样的措施有多么不可能 都将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而如果美国方面真的冻结了某个官员的资产 那么整个关系的恶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间谍相关的一条消息 一起来关注的是德国之声的有关报道 根据报道一位七十四岁的德国人以及其夫人 被指控替中国的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 德广联从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口中获悉 这个人的间谍身份毋庸置疑 几十年来他都为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情报 据悉这一位人士及其夫人都从未正式成为联邦情报局的公用员 而是通过提供情报而获得报酬的线人 她为联邦情报局效力长达五十年 而她的夫人在职业生涯晚期也加入其中 这一位嫌疑人的公开身份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亲机涉盟的德国汉斯塞德尔基金会工作 之后担任领导职位直至退休 这一份工作让她可以经常出国出差 有的时候甚至长期在国外工作 她在苏联俄罗斯巴尔干南非南亚等地都曾经担任国教授 这些人士透露她虽然不曾拥有窥探国家机密的渠道 但是她和夫人在工作中的所见所闻 以及所接触到的人士显然非比寻常 这使得他们成为联邦情报局珍贵的消息来源 在为基金会效力期间 与情报局工作人员关系密切 和情报局总部的高层人员也有联系 她从基金会退休后却并未结束其间谍活动 成为一家新成立的智库的领导人 在新职务的协助下 夫妇经常出席各种国际会议 向联邦情报局提供信息 这家智库的一个分析机构还会在欧洲还有其他国家举办活动和研讨会 并从报告人和与会者身上获得信息 至于这家智库和联邦情报局的具体关系 后者不予置评 联邦情报局也不愿意回答有关其他问题 中国多次成为这对夫妇出差的目的地 根据掌握的信息显示 中国情报机构曾经试图在位于上海的同济大学和这对夫妇建立关系 他们当时已经接近退休的年纪 安全机关的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招募位于职业生涯晚期的人并不显见 对于这些目标对象而言 受到器重可能比获得报酬更加重要 他们经常在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察觉自己在跟情报机关打交道 然而这对夫妇应该很快就理会了中方的意思 毕竟中方情报人员给他们配备了一台具有特殊软件的笔记本电脑 用来传输加密信息 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国情报人员在接触他们之前 是否已经知道他们和德国情报机构的关系 这对夫妇向德国调查人员表示 他们向德国联邦情报局通报了中方试图与其建立关系的消息 他们还强调德国联邦情报局甚至要求他们和中国情报机构保持关系 根据介绍中方的目的是把他们安插在总部位于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但是这对夫妇表示他们并没有安排这样的请求 最后他们就在其他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 这对夫妇向中方提供的信息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目前尚不清楚 他们没有从中方收取报酬 被报销的只有旅游经费 因此两人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但是这对夫妇显然已经多年没有再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汇报其和中国的相关往来 这对夫妇和中方的联系最终获得了联邦宪法保护局的注意 宪法保护局的反间谍部门将此案移交给联邦总检察院 还有巴法利亚刑事犯罪调查局进行处理 根据掌握的信息 目前该案还处于调查机关 而安全机关的消息人士则认为 此案是中国情报机构战略措施的典型案例 除了在虚拟世界发动进攻之外 中国的情报机构还不遗余力地在社会各个领域招募现任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港版国家安全法通过的相关消息 我们知道中国人大常委会将从明天起连续三天进行会议 香港人大代表叶国谦在今天表示 相信此次会议上就将就港版国安法进行讨论表决 有报道表示新法将不迟于七月一日正式生效 具有象征意义 根据香港明报此前的报道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将于六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举行 香港区的人大代表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 上午出席香港电台节目时表示 他在中午就将到北京去准备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 他表示以往通常只有两到三名港区人大代表获准列席会议 但是这次有十名代表都列席了 叶国谦认为港版国安法在此次会议将被安排在其他议程中审议 预计会议通过国安法前会公开调文 但是调整的空间不会很大 他相信针对违法行为的刑则规定会有恐吓性 根据日前公布的国安法草案 主要内容说明港版国安法对发生在香港的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 还有相应的刑事责任都做出明确规定 叶国谦在节目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七月一日之前通过港版国安法 那么想在七一游行中展示或者是挥舞 港独旗帜或者是英美国旗的人就必须要谨慎了 因为这一定会违反港版国安法 但是他不确定警方是不是立即执法 香港的苹果日报则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人大常委会最快明天就要通过港版国安法条文 三十日表决后就加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同时要在香港进行刊线 新法不迟于七月一日生效 北京中央驻香港的国安公署同步挂牌成立 报道说另外有消息指出 北京的目标就是在七月一日或者是之前通过后 随即实施港版国安法 在主权移交二十三年之际 创造二次回归象征式的效果 再为您快速关注到的是瑞幸咖啡的相关消息 陷入财务造假丑闻的中国企业瑞幸咖啡 今天终于宣布公司将于六月二十九日从美国纳斯达克政权交易所停牌 并且进行退市 瑞幸的董事会将于七月二日举行临时股东大会 讨论撤销董事长陆正耀职务的提案 声明表示瑞幸咖啡在全中国的四千多家门市要正常运营 三万名员工也将一如既往的提供服务 此前在六月二十三日 瑞幸咖啡因为没有能够提交年度报告 收到纳斯达克的退市通知 瑞幸咖啡表示公司因为疫情导致的财务报表编制流程延迟 以及先前披露的内部调查悬而未决 导致公司没有办法提交年度报告 但是瑞幸咖啡先前公告表示 已经在二十四日向纳斯达克撤回了听证要求 不再寻求逆转交易所的退市决定 受到相关消息影响 在六月二十六日瑞幸咖啡在美股数度触发了熔断 收跌一点三八美元 创下了股价新低 而且较上市定价的十七美元下跌达到百分之九十二 此前瑞幸咖啡被认为是美国连锁企业星巴克 在中国的新兴竞争对手 由瑞幸咖啡董事长陆正耀 还有首席执行官钱志雅在二零一七年创业 再短短的两年多 瑞幸咖啡在中国开展门店超过四千五百家 去年底瑞幸在中国的分店数度超过了星巴克 不过在今年四月瑞幸咖啡被揭露 员工在去年三个季度 福报多达三亿多美元的销售额陷入了造假风暴 瑞幸董事会之前已经终止了钱志雅以及首席运营官刘健的职务 并将在七月二日举行临时股东大会讨论撤销陆正耀职务的相关提议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与中国人回国相关的消息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为了防范境内的疫情 已经严格限制了外来的航班 许多侨民和留学生都回不了家 有留学生坦言自己以前是小粉红 但是当我爱的国家不想让我回来 心情却越来越复杂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在美国就读的一些留学生 因为现在的疫情流行受困外国 航班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贵 中国政府担心像他们这样的人会携带病毒回国 因此限制了国际航班 并告知他们应该留在当地 中国网络上充斥着不友善的言论 有人说这些海外的侨民留学生会破坏中国防控疫情的成果 留学生过去一直以为自己是爱国者 在中国的国庆日他看了阅兵仪式 感动得泪流满面 看电影《战狼2》也看得十分的激动 当中国在网络上受到攻击时 他和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要出演捍卫国家 在谈到香港反送中运动时 他认为那是分裂祖国的企图 要加以谴责 当时在四月他花了九百美元买了一张达美航空飞往上海的机票 后来因为中国当局限制了航空公司机票被取消了 随后他又订了一张两千五百美元从洛杉矶费到首尔的票 那里离中国厦门有三百七十英里的路程 还有朋友花了一万美元 才买到了一张经济舱的座位 但是在滞留海外的留学圈子里面 买到机票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他表示我是真正的小粉红 但是当现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被牺牲时 他的心情却变得复杂了 他在社交媒体写道 我爱的国家不想让我回来 在受访时表示觉得自己像是狠狠地被人揍了一顿 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陷于类似的困境 截至四月二日有一百四十万中国留学生生活在国外 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在美国 报道分析认为这些学生很多成长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 他们在严格的审查制度还有日益强势的爱国主义宣传中长大 像战狼这样的电影激励了其中许多的年轻人 在战狼的片尾中国解放军英勇地救出了同胞 在车上挥舞五星红旗 最后画面中有一本中国护照 还有一段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 请记住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但是现在对于许多中国留学生来说 这句话却有一点讽刺 一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微博上写道 真实的世界里没有战狼来救我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